他虽然没有什么家庭背景,但是却靠着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,成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,不但自己排除万难亲手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,而且还成为了山东省的首富。 然而,谁也没有想到,如今年入千亿的他现在竟然还住在员工宿舍里,生活得异常节俭,让人感到不可思议,那么他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? 这一路走来,他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? 本期的子牙童趣《创始人观察》就带你一起认识一下这位山东信发集团的创始人张学信。 故事还要从他小的时候开始说起,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,张学信出生在了山东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县城里,他的父母是普普通通的农民,经济条件自然算不上是太好。 对于张学信来说,小的时候能够吃得饱饭,那就已经算得上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了。 糟糕的环境让张学信认识到,要想出人头地,就不能和父母一样,一定要去念书,然后未来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一番事业来。 有了这样的认知,张学信到了学校里就开始拼了命地学习,成绩也是一如既往地稳定且优秀。 但是因为家里实在经济压力太大,张学信到了十几岁的时候,父母就拿不出钱来供他念书。 怎么办呢?认清现实之后,张学信十分失望,只能辍学出来打工,缓解父母的压力。 因为上过几年学,口才也还不错,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,张学信到了县城里当了一个代课的老师,他教的都是一些小朋友,所以并不算是什么难事。 在学校里,他勤勤恳恳,很受效领导的喜爱,于是后来就被介绍到了一个拖拉机站当上的站长。 这份工作,在当时可算得上是一个铁饭碗。 张学信非常的高兴,家人们也为他感到自豪。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,张学信所在的县城成立了一座热电厂,当时很缺人。 张学信又一次被推荐了过去。 一开始,张学信从学徒开始做起,强大的意志力以及横心,让张学信用十几年的时间再次攀升到了厂长的位置上。 他非常有商业眼光,而且技术能力早就磨练得相当成熟了。 而大家都以为当时年近四十的张学信应该不会再折腾,将会安安稳稳地在这个位置上干到退休,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。 上个世纪末,因为国家政策,热电厂全部都被转为了火电厂,而熟悉这个行业的张学信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国家未来火电的产能将会严重过剩。 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这个问题,那么像他们这种县城里的火电厂一定会倒闭关门的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? 张学信知道,要转型,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转呢?张学信没有头绪。 在一次和朋友聊天的过程中,张学信才了解到了一个新的商机,那就是在电解铝这个行业,用电量会特别的大,如果有足够的电力,那么这个行业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张学信很快就拿定了主意,把自己的工厂转型成铝业工厂,专门制作电解铝。 在那个时候,这个决定其实是非常大胆的,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,都说创业有风险,这一次张学信是冒了一场大险。 就连厂子里头的老员工们也深知这一点,在张学信确定好工厂的全新业务之后,老员工们就纷纷向张学信提出了建议。 他们大部分人都认为,工厂从来没有做过电解铝,而且就算在国内,做电解铝经验都是不太成熟的,如果说贸然的就开始做,是不是会亏本? 可是张学信并不认同老员工们的看法,因为在他的眼中,这些缺点其实就是优点。 那个时候电解铝可是新兴产业,国内没有其他工厂可以做,就证明他一旦成功就能够抢占市场,而且还没有竞争对手,未来的发展前景也是一片光明。 这都是重大利好,当然最重要的是,如果不转型,听从老员工们的原地踏步的的话,自取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。 在张学信的带领下,电解铝业务开展,仅两年就已经连续接收到了大量的订单,一年下来,能够轻松赚到600万。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,工厂也正式更名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信发热店有限公司,这也是后来宏极一时的信发集团的前身。 当公司收益越来越多的时候,张学信又下了一个决定,这个决定就是把赚来的钱全部拿来引进于国际接轨的最新设备,只有技术跟得上,那么公司才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业绩。 对于产品的质量,张学信是绝对严格把关的。 而就是这样的商业眼光,以及对于市场精准的判断,让张学信大获成功,信发集团也成为立科长青数。 他们公司的电解铝项目不光在国内有着亮眼的成绩,甚至在世界上都是享有一定名誉的。 2018年,信发集团所创造的营收已经接近了令人惊讶的2000亿,而从前那个开过拖拉机,也当过代课老师的张学信,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山东省的首富。 他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,也终于成为了人人敬仰的大富豪。 但是和大家所想象的不一样,张学信的生活,过得跟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。 他不喜欢智能手机,身上随身携带的还是几百块钱的老年机,平常吃穿都非常的节俭。 这和人们印象中的大富豪一点都不一样,可以说张学信过得那叫一个低调,面对镜头,他从不大声宣扬什么,在业内也总是埋头干一些时事,很少跟人吹嘘什么,年轻的企业家们也都非常敬重这样一个老前辈。 其实张学信一路走来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,但是他的商业眼光以及对于市场的判断都是非常优秀的。 一个脚踏实地的人,运气也不会太差,可以说张学信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自己的努力。 希望所有的创业者都能向他学习,也希望信发集团未来能够再创佳级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 请跟赞并接下来是小型参加的支持者。